谢谢批评指教 当你为了一个计划或任务 尽一切努力做出最好的成果时 你会期待你的老板给你一个正面的回馈 并加上鼓舞人心的一句 干得好 没有人喜欢被批评 所以如果反馈是负面的话呢 你是否能平心尽气地接受负面的反馈呢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讲师 道格拉斯史东解释说 特别是在你非常惊讶的当下 以及你的肾上腺素如洪水般的涌出和恐慌时 要想控制住情绪性的应对 可能是很困难的 人们对负面的反馈会产生不良的反应有三个原因 批评本身似乎不正确或不公平 听者可能不喜欢或不尊重提出反馈的人 或是这个反馈会让听者的身份地位或安全感 遭受到威胁 有些人将反馈取解成是对个人的一种毁灭性的批判 为了让人们能积极而又不会取解地面对反馈 专家们建议把这反馈是有关什么而又不是针对什么等写下来 然后再将取解的部分剔除以改变你的思维 目标是当对你目前表现的特定方面有所批判时 仍要将反馈倒回正轨 许多员工都没有对应对负面的反馈有很多的练习 94%赞成正面反馈的人力资源经理认为 正面的反馈比负面的批评 要对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更大的影响 当人们遭受批评时 随之而来的强烈感受是很难可以控制住的 在亚特兰大的一家企业培训公司的创始人 达纳布朗利建议说 如果你最后的反应是泪流满面 那大家就只会记住这一幕 相反的 要以和蔼的口气回答 非常感谢你的反馈 我会好好思考的 当麦克米勒的老板 因为他在全体员工会议的前一天晚上 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团队战略会议而骂他时 他非常的生气 虽然会议是很成功 但他仍然遭到了老板的批评 这也让他想起了老板的 在第二天的会议前 不可以召集大家开会的指示 米勒先生回忆说 我的脑海里其实是一直在狂叫着 但他仍然保持着沉默 经过一番的思考 他意识到 这无关我是否在业务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而是挑战了老板的权威 他于是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并留了一个道歉的留言 同时还承认 他应该在事前向老板报告清楚他的计划 哪怕只是透露出他人的想法 所有的反馈其实都存在着一些道理 米勒先生下结论的说 在这事件里 我可以得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要从批评中刺激出工作上的创造力 以及帮助建设性沟通的自由交流 是一种需要有谦逊的态度 和相当大程度的自知 以及不断地练习的技能 你愿不愿意先在心中 练习练习应对负面的反馈呢 然后再进行 要是这个同性的东西 的是一种不愿意 最不愿意太多了 对中国人的法律 是很可爱的 不愿意太多了